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其实是一个拓展仓的地方 后方上下铺睡两个小朋友肯定没有问题 它的尺寸是1米83×70公分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小孩子好像对这种爬上爬下楼梯特别感兴趣 两口人带三个小孩都有地方居住了 这一侧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厨房的区域了 带有洗菜盆 而且最值得一说它还配有净水器 有七升的直引水 另外一侧是一个电磁炉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车里做一些简单的没有油烟的家常便饭 上方它就是一个微波炉 下方这个抽屉我刚才试了一下 它都是这种带有缓冲功能的抽屉 这样我们往里一推的时候 它不会发生那种啪使劲响的那种噪音 整个的车辆内部的这种家具都是采用北美进口的樱桃木 而且没有任何异味 上方这里还配备一台顶制空调 这样我们平常在驻车以后也可以保证车内一个合适的温度 电路系统还配上3000瓦逆边器 300瓦太阳能板以及12伏480的锂电池 当然太阳能板最多可以加装成900瓦的 这款车带有一个118升的双开门冰箱 可以冷冻也可以冷藏 招房这里它其实是一个电箱 那么这有一些控制的开关可以在这里进行调整 这卫生间一打开给人感觉就是货真大 还有一个独立的洗澡间有淋浴喷头 然后换气扇 洗澡的话还可以把它拉上 洗手盆和一个赛特福德可旋转式马桶 觉得大人带小孩进来洗澡也肯定没有问题 车内部还配有120升的清水箱和120升的灰水箱可以供使用 还配有燃气热水器可以供洗澡的时候使用 配有一台可以旋转角度的电视 这个电视既可以躺在床上看 也可以坐在这个小型的会客区进行观看 它是20.98万 相比较于动转三四十万或者四五十万的进口美食托法房车来说 这个车确实更加亲民 那么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我们到车外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车辆外观了 遮阳棚是完全开启的一个状态 咱们这款车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 它确实是一款可以上路的车型 不过需要前车排量在2.0级以上 那么它这款车整备质量是1.76吨 最大总重量可以达到2吨 抽拉式的燃气灶可以在车外做饭 那么这里还放置一个置物翻板 都是可以在车外使用的 车辆的长度是6米7 宽度是2米47 高度是2米9 底盘是一个自主研发的底盘 采用的是510的汽车专用钢底盘 那刹车是采用的电刹加注刹的形式 这里是一个美式的七孔插头 拓展仓的位置 现在它已经是开启的状态了 不过如果我们在形式过程中 需要把它收回 这房车是国内第一家 从美国进口最新型号的 自动凌胶与真空层压设备 采用国际新型专利环保材料 整个的外墙体的采用 都是德国朗世的板材 觉得买拖挂房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于这么一款 可以满足三台居住需求的拖挂式房车 并且能上路 大家觉得是怎么样呢 如果您对房车感兴趣 欢迎您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